第八课 抱怨和解释 A课文 客户郑先生怒气冲冲地来到销售部的办公室 张云红和气地接待了他 并妥善地解决了问题 客户郑先生怒气冲冲地来到销售部的办公室 张云红和气地接待了他 并妥善地解决了问题 你们谁是经理 我是经理的助手 请问您有什么事 你们经理在哪 把他叫来 经理出去会见一位客户了 一个小时以后才能回来 经理出去会见一位客户了 一个小时以后才能回来 那你马上给他打电话 我现在就要跟他谈 那你马上给他打电话 我现在就要跟他谈 先生您请坐 您先请坐 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说吗 等会儿我转告经理也一样 先生您先请坐 有什么事可以先跟我说说吗 等会儿我转告经理也一样 你们公司给我们送的那批货 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跟广告上宣传的一点也不一样 你们公司给我们送的那批货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跟广告上宣传的一点也不一样 不会吧 我们公司一向都是严格遵守对客户的承诺的 从来没有打过虚拟广告 不会吧 我们公司一向都是严格遵守对客户的承诺的 从来没有打过虚拟广告 指着广告 你看我订的是这个型号的货 你们给我们送的是什么 我也带来了一样一件样品 我也带来了一件样品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看 指着广告 你看我订的是这个型号的货 你们给我们送的是什么 我也带来了一件样品 你自己看看 确实不一样 先生 请您息怒 喝杯茶 稍等一会儿 我这就去问一下具体负责这件事的业务员 确实不一样先生 请您息怒 喝杯茶 稍等一会儿 我这就去问一下具体负责这件事的业务员 张云红出去调查情况 过了一会儿又回到了办公室 张云红出去调查情况 过了一会儿又回到了办公室 先生 实在对不起 这件事是这样的负责您这项业务的业务员刚来我们公司不久 很多事情还不太熟悉 缺乏经验 他把您订的这批货的型号弄错了 结果送了另一型号的产品 而那个型号的产品性能不如这个好 价格也较低 这是一个失误 并不是我们公司故意以次冲好欺骗顾客 先生 实在对不起 这件事是这样的 负责您这项业务的业务员刚来我们公司不久 很多事情还不太熟悉 缺乏经验 他把您订的这批货的型号弄错了 结果送了另一型号的产品 而那个型号的产品性能不如这个好 价格也较低 这是一个失误 并不是我们公司故意以次冲好欺骗顾客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不过 问题虽然搞清楚了 但是却耽误了我们的事 我们也是有顾客 也是有客户的 让我怎么向我们的客户交代呢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不过 问题虽然搞清楚了 但是却耽误了我们的事 我们也是有客户的 让我怎么向我们的客户交代呢 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们重新给您发货 这笔合同上规定的交货时间晚了三天 使您向您的客户的供货时间也推迟了三天 由此给您造成损失 由我们公司来承担 您看这样行吗 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们重新给您发货 这笔合同上规定的交货时间晚了三天 使您向您的客户的供货时间 使您向您的客户的供货时间也推迟了三天 由此给您造成损失 由我们公司来承担 您看这样行吗 那好吧 不过我对你们公司出这样的差错 也感到很惋惜 那好吧 不过我对你们公司出这样的差错 也感到很惋惜 是的 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注意 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 顺便问一句 顺便问一句 您还要找我们的经理吗 是的 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注意 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 顺便问一句 您还要找我们的经理吗 不必了 你们经理有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 真让人羡慕啊 不必了 你们经理有你这样一个独立的 你们经理有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 你们经理有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 真让人羡慕啊 先生您过奖了 好 再见 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继续合作 好的 非常欢迎 您慢走 练习 填空 客户 转告 批 宣传 缺乏 重新 继续 练习 好 一 请你转告他 转告 后天有一个代表团来参观 让他们部门好好准备一下 二 新产品必须大力宣传 不然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在这方面一定不能怕花钱 三 当医生要有爱心 如果他缺乏爱心 他怎么可能给病人认真治病呢 四 这个问题很麻烦 我们还要开会继续讨论 五 这份报告写得不太具体 老板让你重新写 六 我们订的那批货物 还没到啊 已经晚了一个星期了 七 客户对我们的售后服务还不太满意 我们还应该努力 八 西部有很多城市用水很缺乏 八 政府号召大家要一水多用 九 那件事你转告他了吗 好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